案881老翁的三女儿也确诊 但他负责采买三餐 疫情指挥中心呢 今天就公布了案882的足迹 他曾经在1月19、20号 到桃圆市的重瓶黄昏市场购买晚餐 地方卫生局呢 接获消息之后 也随即展开了市场周边大规模的消毒 至于市场内部呢 其实摊贩们也早在前两天 就已经自主消毒了 如今被列为疫区呢 还是让老板们非常的担心 生意因此会受到冲击 清洁大队冲动水雾消毒车 沿着马路周边绕了一圈又一圈 大范围喷洒消毒 吹着个案882活动足迹 这回又是去到人潮众多的市场 地方单位拉高戒备 把经销范围再扩大 因为他就是看到南门市场这样 所以他自己都有做那个 自己的自主消毒 有桃圆南门市场的前车 这件重瓶市场的商家 早在前两天就提前自主消毒 从一家家餐厅门口 到生食水果摊贩 甚至是用餐作尾区 每个角落都没放过 门口更是放出自制立牌 呼吁民众务必佩戴口罩 但即便提前做足防疫 如今被列为疫区 民众还是心驾驾 听到确诊个案曾经来过 民众吓得头也不回 转身就走 市场摊贩听闻也吓了一跳 探烟就怕生意受到影响 很是无奈 部长喊话 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个案882足迹单纯 目前初步掌握在 1月19号20号到重瓶市场买晚餐 详细时间则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相关在那两天 那个时间到这个市场的 那也请自己注意升级的情况 那有症状可以跟1922联络 那请自主健康管理到2月3号 内关将近正是市场忙碌的时候 目前摊商考虑在每天开市前 都消毒一遍 盼能将疫情冲击降到最低 这些桃园综合报道 大家好 我们知道他们对那一段 머�aning冲击一个难度 给他们做屏幕 也有展瞬 我也想保护 可以 你 来了